中国击沉了日本四艘军舰 这是一个后果非常危险的谣言 大家好 这几天前由日本军舰入侵中国领海 后又由日本彻查200多名军方高官 这两件事情在中国舆论场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然而就在这两件消息发酵之后 又一个谣言却莫名其妙的在中国互联网上死虐了 后果非常危险 中国人的爱国情怀被谣言捆绑 实属不该 我们先来说说谣言的事情 前几天媒体报道了关于日本海军自卫队军舰入侵中国领海的事情 然后网上就出现了一些诡异的爆炸性消息 乍一看还是挺令人感兴趣的 可随着一些情节上的琢磨 那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谣言 完全是在贩卖中国人的爱国情怀 这个谣言说的是 菲律宾一艘快艇 又一次想要避开中国的检查 非法向人海交的坐摊军舰运送物资 结果飞方快艇的发动机 在追逐过程中突然爆缸熄火 没杀住车 导致五国海警船撞飞了菲律宾的快艇 而后一向对华鹰派的美军印太司令 以美非共同防御条约为借口 三方面绕过日本防卫省 直接给日本海上自卫队下令 让他们出动军舰在敏感海域对我方进行挑衅 结果导致日本军舰一度入侵了中国领海 而在对等的反击中 解放军多支活跃在西泰的舰队前出 与日本海自发生了摩擦 最后击沉了日本四艘军舰 然后这个消息还居然有佐证的消息 说是中国海事局临时发出通知 说相关航道上有四艘沉船 而这次的冲突里 日本有200多名军官被彻查 面上说是因为贪腐和泄密 其实这都是日本人为了面子 故意说的假话 现在我们来回头看这件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 之所以它能广泛传播 是因为这一系列消息里 有三个消息确实是真的 一个是中国海事局的确发布了公告 相关航线有四艘沉船 第二是的确有日本军舰入侵了中国的领海 第三是日本也的确 在彻查200多名军方的高官 但是也恰恰是这三个真消息 暴露了这件事是一个尴尬的谣言 为什么呢 第一个 中国海事局的公告里虽然说是四艘沉船 但沉船地点是在北部湾 广西以南 海南岛以西 越南的东北方 再怎么样都不可能有日本军舰会跑到那里去 而第二个日本海事入侵了中国领海的地点 是位于浙江的领海 和北部湾那更就是八杆子打不着了 更不存在什么还有支援或者响应作战的情况 第三个是啊 四艘军舰被击沉 若真有这种重大事件 日本他想压热度都是压不下去的 也绝不是彻查200多名军官就可以承担压下去的 岸田文雄辞职谢罪都可能不够 所以说查军官是因为四艘军舰被击沉 这是不可能的 坦率的说 中国网民有爱国情怀 更喜欢看到一些中国战胜了对手的消息 但是这种情绪不该被谣言和编故事所绑架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就说过 中国现在舆论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面对越发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大国博弈 老百姓们非常热切的希望 看到一场或者多场对外的胜利 但是如果这种情绪被有阴谋的人通过谣言来夸张和放大 那就必定会导致中国民众逐渐处于一种素生论的情感之中 激进的情绪甚至可能会影响到国家高层的战略决策 这对于未来中国需要面对的复杂挑战 那是非常不利的 而一旦这种素生论受挫了 又急以带来素败论的情绪 对中国整个社会的稳定都将产生冲击 所以对谣言的始作俑者 居心不良的故事杜撰人 应该加以整治 整肃网络舆论环境 各位说是不是呢 好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